大家好,我是神Jessica 我會講一下大家11月份的運程是怎樣 我們會講一下天平座 天平座,你會發覺這個月有些動盪 你需要多放一些耐性下去,令各方面會好 感情方面,如果你單身,你會發覺好像很飄忽視好視懷 如果你有另一半,你會發覺跟她的關係是穩定了 和你約會她的時候,不要因為心不在意,而令她扣你分 而事業方面是一個衝刺期 後來好不好,你一定要注意得很好 如果加配放一些謹慎下去,而注意得很好 最後的結尾也是一個好的 而財運方面,就是因為你不夠細心 因為你的錯失一些機會,就有少少影響到你的財運 健康方面一般,不過你也要自己會理得很好 大家好,如果大家想分享2020年各方面的運程 就可以直接聯絡我 如果在微博,就可以打塔羅神,Jessica愛神 如果在wechat,即微信,就要打英文 就是T-A-R-O-T-G-O-D 多謝大家 至於天蠍座,生日快樂 我希望你們身體健康,心上事成,好像拜年 不過中式的功學說話是這樣的 然後天蠍座,你會發覺這個月很穩定 不過有時事好時壞 如果你是單身,你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接受這個人呢? 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肯定自己 如果你有另一半,你的感情就會穩定 而事業方面,你就會有很多繁瑣的事 複雜的事,要讓你擺多些內心 和細心的事去解決 而財運方面,就有點下滑 我下滑我怕,因為我也是天蠍座 然後對投資方面,不可以這麼自信 要小心一點 因為最主要令你下滑是因為投資 而健康方面,小心懶惰 大家好,如果大家想分享2020年各方面的運程 就可以直接聯絡我 如果在微博,就可以打塔羅神 Jessica愛神 如果在微信,就要打英文 就是T-A-R-O-T-G-O-D 多謝大家 至於射手座 射手座,你就會發覺整個運程有危 亦有機 亦多了一些挑戰 而這些挑戰會產生不同的機會給你 而感情方面,就會和新戀人有些排斥 可能你有時覺得他不錯 不過他又不太喜歡自己 所以你要努力一點 而如果你已經有另一半 你就要更加注重和大家之間的溝通 因為溝通不好,會令你們產生了誤會 而事業方面,你會發覺今個月很多工作環境 這些範疇的東西會有所變動 而令你覺得有點辛苦 而財運方面就大起大落 所以就要小心 而健康方面就小心 可能解傷手 或是刀傷的東西 要小心 大家好 如果大家想查2020年各方面的運程 就可以直接聯絡我 如果在微博 就可以打塔羅神 Jessica愛神 如果在微信 就要打英文 就是T-A-R-O-T-G-O-D 或者大家